看看新闻榜 一生战役的故事 剧中三位警察分别由刘青云 张家辉和谷天乐饰演 就在举办媒体见面会的前一天 剧组刚刚完成了一场 三位男主角发生矛盾的戏份 按照剧情 谷天乐要用力推开刘青云 怎料谷天乐用力一推 使得没有防备的刘青云 被他当场推倒在地 后脑勺重重地砸到了坚硬的地板 医生了 哇我们都走过去 因为那个头脚碰地下的声音很大 所以大家都担心 然后他说 我忘了对白了 但太太有没有担心你呢 她本来不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她当然会担心 有没有去看医生 害不害怕会有些人感到 现在还没有什么事 还记得对白 我还没拍几前 在彩排的时候 已经跟他说我很大力的 我真的很怕会推到力 而另一位男主角张家辉的身体状况 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因为早前拍摄一部打戏 不慎将小指折断 张家辉就一直饱受受伤之苦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仍旧没有停下拍摄新片的脚步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 虽然小指上的钢板已经取下 但伤势仍旧不乐观 看来想要彻底恢复 得等到新片扫毒杀青之后 娱乐星天地 伟静然张丽人 香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